人生的起点不同,境遇一个不相同,对于NBA球员来说,选秀大会的名次作息,有很大概率,决定他们的发展趋势,但往往就不能代表这些年轻人的未来。 状态榜眼和炭花是大概率成为超级巨星的选择,但今年时光过去,人生也有可能会截然不同,自进入自由市场以来,奥卡弗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,要知道,早在2015年被76人以炭花签选中之后,他的新秀赛季就场均可以看下17.53和7个篮板。 但随着恩彼得的付出和西蒙斯横空出示,这位传统中锋逐渐被边缘化,竟然沦落到无球可打的尴尬境地。 今天,根据欧洲媒体Sport & Do的报道,虽然目前奥卡弗没有得到NBA球队的欣赏,但已经由多支中国球队表达了想要牵下他的意向。 尽管今年来中国篮球联赛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,但对于一名NBA球员,特别是曾经天赋一饼的炭花狼来说,加盟CBA球队完全可以用沦落二字来形容。 有球迷哀伤的说,这条新闻溢出这名球员基本是完了,虽然有很多NBA球员在中国打球之后重返低风,但总体来说,这样的比例少之又少。 更重要的是,奥卡弗还不到23岁,他并非是没有天赋和潜力的平庸之辈。 如今沦落至联盟,无人问津,着实令人唏嘘感慨,再看看与之同届的几名球星。 如今已经成长被独当一面,签约上亿美元的未来巨星,唐斯虽然饱受球迷吐槽,但他仍然是森林郎的未来。 明年夏天签约五年两亿美元左右的大合同基本不在话下,四号秀波尔金吉斯则是尼克斯崛起的一口,相信顶星合同距离它也不远了。 而13号秀的文布克今下已经和太阳,达成了五年1.58亿的续约协议,成为了2015届选秀中第一个拿到顶星唱约的未来基石。 从当年的选秀天赋来看,奥卡夫斯毫不逊色于其中一人,但辗转三年过去了,如今三名新星已经成为老天之交子,联盟洞梁。 但奥卡夫却无球可打,可能要怨妇他乡,也许这里有七十六人的用缘不均的问题,也许这里有小秋时代,不适合传统中风的问题。 但更重要的是,奥卡夫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,度过这样的难关,迎来王者归来的时刻。